你不要怒進去 這個是私底下的talk 好不好 不要亂啦 私底下talk會做另外一件事 不行不行 那今天來到的是阿姆斯特丹 一日遊 剛剛早上我們已經逛完飯谷博物館 因為裡面不能拍照 那我們就直接講我們的感想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欸不是你要先講 喔我先講嗎 好就是 其實就很推薦大家來 因為其實我在來之前 我每個來過的同學都跟我說 喔你要去阿姆斯特丹了 那你就一定要先來飯谷博物館 他雖然作畫只有十年而已 但是他這十年之間 他就是一直畫一直畫 所以以現在來說就有點像是 日更型的youtuber這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透過他很大量的作品 去了解一個人 我覺得蠻棒的 而且他的語音導覽很推 因為你有語音導覽 所以如果你已經觀察完一幅畫的時候 你可以先到旁邊就是聽 所以這等於是讓你整個體驗呢 比較流暢一點 不用跟人家人擠人 對 然後也是建議早點來 因為到後來的時候就人越來越多 看完的時候其實蠻佩服 飯谷的 就是他其實有一種風谷在 給飯谷一個大大的respect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玩阿姆斯特丹了 飯家之光 沒錯飯家之光 飯市中慶會下次可以來這邊考慮一下 OK 好啦 開始玩 GO 你不然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屌的感覺 很挫 挫什麼 他路人都在看想說這個人是誰 真的是誰 今天其實不只我們兩個 還會有上次的那個火鍋聚餐的 這邊的學生會長 還有一個是阿姆斯特丹的學生會長 所以今天呢 我們兩個小弟非常有榮幸 就是跟著兩個會長一起玩阿姆斯特丹 雙手掌 雙手掌勢 哇 還不錯不錯不錯 呵呵 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阿姆斯特丹 進去了 是阿姆斯特丹 它是酪泥醬 它是酪泥醬 這間主打比較健康的那種 輕食 對 輕食 因為它上面有那個coconut味 所以它其實那個coconut味道不會太重 可是我覺得很剛剛 肉醬的感覺 對 肉醬的感覺吧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這個 沒有像一般的玻璃多汁那麼薄 它是有點厚度 所以吃起來口感就好 而且有些店吃起來真的很像玻璃多汁 這個不是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很可愛喔 你不覺得嗎 他可以在打招呼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祖國沒在跟你狗氣殺欸 想聊就聊 想聊就聊 整條馬路都是我的客廳 哈哈哈哈 你太厲害了 Vesper Haas Vesper Haas Vesper Haas 嗯 那它是哪個禮拜天的 它好像是隔兩個禮拜 對兩個禮拜 它隔一個禮拜有點旺 嗯 然後今天原本是因為是它的這個theme 就是Sinterkoss 是 我不知道 我看上面的description 想說今天會有 Christmas cookies 然後什麼東西 會不會是傍晚的時候 他說是兩點的時候 兩點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逛看看順便可以遇到 他們這邊的聖誕四集啊 滿常都會賣這種熱紅酒 你逛的時候就可以邊喝 去寒消暑跟台灣的江湖茶一樣 這不算聖誕四集嗎 這不算聖誕四集嗎 聖誕主題的四集 對 聖誕主題的四集 先消毒喔 先消毒 不要來的方便不是 直接 出蒸 聞起來很酸 喝起來 好像也有一點酸 但是因為很燙的關係 所以酸的感覺不會那麼重 它真的好酸喔 它真的好酸喔 你 你要不要也 再把它喝下去 我要慢慢喝 我也覺得我要慢慢喝 我也覺得我要慢慢喝 現在天氣很冷 吃起來還蠻爽的 嗯 那口味呢 比較像煙燻的 像煙燻的香腸 像煙燻的香腸 對啊應該就是煙燻的 看起來分量還蠻大的 有點鹹 有點鹹 我覺得蠻好吃的 適合配上煙燻 對啊 不要弄到白飯 比我想說小份 但還行 好不錯 滿分五分給幾分 四分 七分 四 四分 四啦 好 滿分五分你給七分 太扯了 你是屬於那種快樂系評審 他給四分 他給四分 我給四 三點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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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小吃點後兩位了 沒有就四分之一啊 三又四分之三 三又四分之三 對 不錯不錯 一下 一半二 小吃點 幾個 一半一個 一半二 一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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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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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做一下在地人一點 蠻慘的喔 因為我們就邊吃它就邊掉 什麼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晚餐了 後面就是有同學推薦的還不錯的韓國餐廳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吃一下 那這個影片呢我會另外做成IG TV 所以如果你們要看的話就去 好大家已經很好奇為什麼IG上面並沒有看到這支影片 其實是有一些小意外發生的 當時呢其實已經都好好的在裡面錄影啊 然後拍一些菜啊什麼的 但是呢因為我們後來沒有算好時間 所以等到菜才上到一半的時候我們就發現 奇怪怎麼只剩15分鐘 然後那個船就要開了 那我們就趕快趕快把東西全部塞了塞了塞 然後另外一半請老闆幫我們打包 不過還是有拍一些簡單的菜式啊 簡單來說它價錢沒有到非常便宜 可是還蠻好吃的而且很道地 像生牛肉啊還有炒年糕什麼的都很推薦 那如果你們有機會也可以去試試看喔 那我們就回到現場畫面吧 海上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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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是等著搭船看光雕 然後順便再吃 韓式生牛肉 吃那個 很裝圖喔 欸我們包船就在裡面放柴雨哥 放五百 哈哈哈哈 放五百 很堅持要放五百耶 開動了 你說 L環開動還是這個開動 雙關 好快 好快 怎麼樣 這感覺 哇 欸 你那邊有光雕欸 你看那個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這個船呢 是 我記得一艘船是19歐 然後這邊有很多不同的船型 那我們選的這套是還不錯的 我們裡面有廁所 而且我們是室內 有些是半戶外 所以其實會蠻冷的 我們這個裡面其實就蠻溫暖的 然後出來看啊 現在這邊就是有這個光雕 有沒有 它光頭人在建築物上面 然後有些也有一些發光的藝術型裝置 看藝術品跟搭船 好像是兩馬子不想幹的事情 然後它就合在一起 然後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但還蠻有趣的 客人很少 然後就有很自在的感覺 包船的感覺喔 所以你就會想說 其實也蠻有趣的 吃的也蠻自在的 沒錯 我們下次戴打美樂上來 戴臭豆腐上來 你這個不是來看成這樣 又來搞破壞嗎 這眼睛很Q呢 感覺怎麼樣 在那邊看 這樣看蠻有趣的 對啊 因為它暗暗的 然後你就真的會覺得是 眼睛長在樹上 對 我轉眼圈 全部人都跑出來 這很像那個 哈利波特那個車 掉下去 野餐整個加了100份 欸這外帶也是對的 沒錯 還好我們有外帶 下次為什麼要戴卡士爐 它那個卡牌 煮薑木鴨嗎 結束那個遊船的行程 那今天 其實這是我們第一次來阿姆斯特丹 可是我們就是隨便晃一下 我們沒有照著一般觀光客 去排行程啦 反正之後還會來很多次 今天就隨便逛 對啊 你覺得阿姆斯特丹怎麼樣 玩玩嗎 你沒有感覺到它是一個 Mega City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就是它是一個 呃 很優雅的地方嗎 有很優雅的地方 但是有草味就這樣 他走到哪幾乎都聞得到草味 沒有啦 就是有一區比較草味 喔對啦有一區有一區 對啊 OK 那後面就是那個 阿姆斯特丹的 線索中央車站 那我們就是回去了 大家如果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留言 沒有想法的話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到底到底 掰掰